朋友们好,我是石头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我们才刚刚吃过午饭 木匠师傅已经快把这栋房子的楼整给做好了 之前我说过要专门为大家出一期关于楼整的视频 其实我每天都收到很多私信留言 也有很多朋友告诉我说 多拍一些木匠师傅做工的视频 大家都喜欢一些手艺的视频 所以说这期视频我们就单独的为大家分享一期 关于楼整楼合区制作的 在我们湘西这边 应该来说在整个南方地区 到了雨季的时候 房子里面它都会有点比较潮吧 所以说我们改造这栋木房子呢 我们就想把地面提高个一二十公分左右 这样子的话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个受潮的问题 目前这栋房子呢 我们厨房是准备贴地板砖的 剩下的两个三个卧室 一个客厅 还有一个茶室 我们都是准备用木地板来做 那说了这么多 到底楼整是什么东西 又该如何去做呢 随着石头的镜头 我带你们去看一看 师傅要到房间里面 把楼整的尺寸给量好 用这样的一块竹条 量好了尺寸之后 外面来 再量 领汁的长度 这个方法就是多年做木匠的一个小技巧 这样子轻便了许多 现在要弹一根木线 大家来看一下 相当于这个位置 线以外的全部都要砍平 这是一个平面 最近一段时间 都在陪伴着木匠师傅 我感觉越来越喜欢这门手艺了 可能受木匠师傅性格所感染吧 他是一个不急不慢的人 性格很好 脾气也很好 做起事来 总是有条有理的 感觉很多事情都在他的激发之中 是不是所有的老木匠都是这样的性格 我甚至在想如果有合适的机会 想和木匠师傅学习手艺 学个半斤八两也比较好 以后回家了 自己可以做点小家具 做点做一板凳 这边现在画的应该是一个笋头 我们来看一下 先打两个点 然后画一条线 这个画线的位置应该是要锯掉了 那边也要画一个笋头 画好线以后 这边要用锯子把它给锯掉 然后用笋头砍 看那边有位大树 村里面的 大概有七十来岁 又来看我们改造这栋房子了 刚才我还说错了 朋友们 你们看 我还以为是在水平面的那里头 需要砍掉的 原来是砍这边 砍掉了这么多 可能朋友们会担心 怎么加上去 只剩下了这一点点 到底稳不稳呢 等师傅砍好之后 我们到卧室里面 看师傅是怎么安装的 现在木匠师傅搬石头 在这边用石头垫这些楼子 每一块都要垫起来 这个地方还没垫好 位置比较高的可以用砖垫 比较矮的只能用石头来垫了 背后延伸的 背后延伸的 这面砖墙的位置 是比较矮的 现在就要用石头把它给垫高 这边我们是预留了排气孔 大家看到吧 等做好了之后 我们要买那种不锈钢的钢网 把这个排气孔给封住 防止一些蚊虫啊老鼠往里面爬 现在做的也都是楼子 这是一根墙的领子 已经开好了这个 省眼到时候这边在街上一块那个领子过去 接在上面 这边就是独立的卫星间了 挺宽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房间是挺好住人的 这个房间是从中间做隔断的 如果这个房间作为一个左卧的话 那就很宽了 隔断的话要做两个房间就要小一些了 垫这些石头也都是有技巧的 不能高也不能低哦 这个整个楼枕要成一个水平面 是不是挺简单的 把这个扇结架拿开 别挡出事后了 你看 就是这个样子的 三大一这边做了一个凹槽 两根木头对接在一起 在中线的位置 两根木头架在这个中间的领子之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的楼枕是做的比较密的 大概55公分 我们做一根楼枕 其实像很多农村家庭 楼枕并没有做这么密 也可以用 我们现在这样子做 就是稍微耽误点工 多加一些材料 楼枕的下面 是准备用砖头 给它垫起来 现在还剩最后的楼枕 最后在这边量尺寸 每一根的尺寸都有点相差的 这边是还没有完全做好 我们再来堂屋这间看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 这边是之前做的 底下用砖全部垫起来了 而且这些楼枕都打了水平仪 完全在一个水面之上 再过几天 上面就可以铺木板了 现在我们是开始装修房子的内部了 现在有个问题 不知道怎么去解决 这个地方我们要隔断 做一面墙 分成两个房间 那这面墙 有什么好的方法 能把隔音给做好吗 朋友们 你们给我提点建议怎么样 好了朋友们 关于楼枕的视频 这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石头 喜欢请关注康居别愿 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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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